这个男人在泰国邂逅了一场艳遇 回国后就遇到了怪事 自己的二弟无故不举 就连他的女儿也开始出现不正常 早上起来枕头上全是血 男人检查女儿的身体却没有发现伤口 然而诡异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半夜时分 男人听到厨房里传来异响 走出房门看到女儿正在啃食生肉 场面恐怖至极 他赶紧上前阻拦 没想到女儿像是被邪恶控制一般 面无表情的趴到床上睡觉 隔天女儿变得更加疯狂 竟然想要谋杀他 男人意识到不对劲 赶紧找神婆求助 结果对方告诉他 女儿已经被邪魔附身 只有彻底消灭才能保住平安 其料男人居然归是神差般的相信了 他按照神婆的吩咐 将一根九寸的大钉子 钉进了女儿的天灵盖中 那么男人在泰国到底经历了什么 会把邪魔招惹回来 甚至给女儿惹来杀身之祸 整个故事要从前段时间说起 男人名叫林伟 三个月前跟着一个旅行团 来到泰国游玩 途中偶遇一位泰国姑娘莉莉 早已离异的林伟对她一见钟情 于是便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莉莉是个单纯的姑娘 在林伟的这种情场老手的攻势下 很快就沦陷集中不能自拔 就这样两人度过了一段浪漫且甜蜜的生活 常验到男人的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眼看见到了分别的时候莉莉有些不舍 送给林伟一串项链当作礼物 并警告她要尝回来看自己 犯罪定要其付出惨痛代价 可惜林伟属于渣男体制并没有过多在意 回到香港就把莉莉忘得一干二净 没过多久 父亲案的报应就来了 这天晚上 莉莉送给林伟的项链里 突然流出一堆洗不掉的黑色液体 也就是从这以后林伟发现自己玩不了针线活了 女儿也开始变得不正常起来 而且胸前还长了一片浓厚的黑毛 意识到不对劲 林伟赶紧找到一位神婆求助 神婆通过沾蒜 发现林伟被邪魔产生 而邪魔就是她身边最亲近的人 这个邪魔十分厉害 要想彻底消灭 必须要用一根大铁钉 砸进被附身之人的脑袋里 从神婆这里回到家 林伟就时常出现幻觉 感觉女儿要加害于她 就这样林伟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事情发生后 她将女儿的尸体埋到山上处理掉 可是很快尸体就被人发现 报了警 负责此案的警员名叫老黄 她通过一系列走访调查 找到林伟这里 见警察找上门 林伟也不再反抗 承认自己杀了人 最终林伟以谋杀罪被判死刑 等待执行期间 林伟越想越不对劲 感觉自己像是被人下了枪头 不受控制 做出了这些事情 于是便找到老黄将所有情况告知 希望她能帮自己查明真相 接着林伟还把胸前的毛和项链的事情 一并说了出来 听完林伟的话 坐在旁边的老黄若有所思 最终同意帮她查一查 当天晚上 老黄在观察那传项链时 突然从里面发现一个怪物的影子 吓得她赶紧扔到一边 现在看来 这一传项链的确有古怪 需要找莉莉问一下 此日老黄乘坐飞机来到泰国 由于人生地不熟 所以查找了一个本地通 在这个人的带领下来到莉莉家 结果对方一听 是为了林伟的事情而来 直接闭门不见 这让老黄大为不解 眼看莉莉不肯说 了解事情缘由的本地通体 找个神梅问一下 林伟是种的什么酱头 所有两人来到一处水上木屋 找到一位神梅 此人信奉的是菜兰神 一阵咒语和唢呐过后 屋里阴风四起 烛光忽明忽暗 容器里的水也开始出现波动 待一届恢复正常之后 菜兰神被请了上来 接着把老黄想知道的答案 都写在了纸上 可以肯定的是 林伟中了酱头 而且还是比较狠毒的 湿油酱 这种酱头需要在月圆之夜 去找一个死了没多久的孕妇尸体 施法取出她身上的湿油 然后起谈做法 给林伟下酱头 没错 给林伟下酱头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莉莉 莉莉怕林伟是个扶心汉 就在跟她相处时 偷偷拿到她的毛发和生成八字 找到酱头师让其制造了一个湿油酱 而湿油就被放在那串项链中 如果林伟能及时回来看莉莉 那后面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林伟在中了湿油酱后 就会出现幻觉 始终感觉身边最亲近的人 要杀害她 只不过剑势却刚好相反 这种情况下 林伟必然会杀最亲之人 然后她也会因此受到惩罚 最终全身溃烂而亡 这就是湿油酱的恐怖之处 这时老黄又问了一个问题 中了湿油酱 还会导致生理机能出现障碍吗 蔡兰神表示 这种现象是中了棺材酱 所谓的棺材酱 是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酱头师去往墓地 找来一小块棺材 然后把林伟的生成八字 和毛发绑在上面 浸泡进一潭污水之中 这就算下了酱 了解完这一切 老黄便想让沈梅帮林伟解酱头 结果沈梅却说自己法力不足无法解酱 而且下降头的人 她也不知道是谁 要是老黄非要解酱 可以去距离这里100公里外的 吞他离寺庙 那里有一位法力高强的高僧 名叫温马达摩 也许他能帮上忙 随后老黄找到了温马达摩 对方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当场同意帮忙 紧跟着温马达摩就要来 林伟的生成八字 让老黄找地方暂时住下 静等结果 当天夜里 温马达摩在佛祖脚下 做着解酱前的准备 在这里需要简单提嘴 降头师下死匠 是把受害人的相片摆在桌上 然后用棺材钉 钉住他的穴道 要解酱就一定要法力高强的人 先远程施法 把钉子拔出来 才能进入正式的解酱环节 而邪恶的降头师 一共分为12种 他们分别属于12种邪恶的动物 有蛇 蝙蝠 蜈蚣 等等 所以在正式解酱前 温马达摩先把林伟的生成八字 写在一张纸条上 烧成灰 压碎它 再加点佛祖连坐下的圣水下去 调匀了以后 将其倒在12种降头师的原版上 给林伟下降头的降头师 属于哪一种 那它的范围就会变成紫色 一系列操作过后 温马达摩获知 给林伟下降头的是蝙蝠降头师 这样温马达摩就可以对阵下腰 着手对付它 随着温马达摩法术的施展 降头师出现反应 头疼欲裂 痛苦不堪 他急忙用清水浇到脸上 使自己清醒过来进行反抗 然而他哪里是温马达摩的对手 被隔空打飞出去 温马达摩随即开始拔钉 降头师见状极力去阻止 他打开一个磁缸 里面满是浸泡的婴儿尸体 降头师用水瓢 摇起一些血水喝了下去 紧跟着死死摁住 即将被拔出来的棺材钉 一时间双方陷入拉锯战 最后还是降头师派出蝙蝠助阵 这才击溃了温马达摩 经此一战 温马达摩意识到对方法力高强 他必须要进入佛堂 打坐七天增加法力 才能与之一战 避免这段时间内 林伟出现意外 温马达摩取下连坐的一片金叶 让老黄带给林伟护身 等七天后再来商谈解决方案 另一边 立体找到降头师 把老黄来找他 想给林伟解降的事情说了出来 降头师立马意识到 之前的高森是老黄请来的 防止他继续碍事 降头师决定给老黄下降 之后通过调查降头师找到老黄居住的酒店 成功从前台那里问出他的个人信息 紧跟着降头师就潜入老黄的房间 拿到一些毛发准备给他下降头 第二天老黄回到香港后 便马不停蹄的赶往监狱医院 想尽快把金叶给林伟 结果却被医生拦了下来 原来林伟病情突然恶化 全身长满了浓疮恶心至极 并且还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一般人不能靠近 就连送个东西都不行 老黄听闻只能作罢 而林伟身上不光种了湿油酱和棺材酱 还有蠕虫酱 没过多久 这种降头也随之发作 只见林伟从嘴里吐出一堆蠕虫 身体巨痛无比 林伟忍受不了这种痛苦 最终选择自尽身亡 此刻降头师也来到香港 开始对老黄一家进行监视 找机会准备下降头 这次他用的是柠檬酱 把得到的老黄照片塞进一个柠檬里 然后找来几条毒蛇 取出蛇胆放进碗中捣碎 接着把几根银针浸泡在里面 最后降头师又从活鸡体内 取出一颗跳动的鸡心 将银针插在上面 试成后降头师把银针拔下来 插到柠檬上 埋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 只要有人踩上一脚 老黄的心脏就会跟着疼一下 好在降头师埋柠檬的地方修路 柠檬被工人挖出来 扔进了垃圾桶里 老黄这才得以逃过一劫 降头师见一记不成 又再生一记给老黄下了猎头匠 降头师把他的生辰八字 写在骷髅头上 念咒下降 每当降头师敲一下骷髅头 老黄就会头痛欲裂 痛苦不堪 很快老黄的怪异表现 就被老婆红姐注意到 意识到老公有可能是中邪了 便立马去找一位道士帮忙 甚至对方刚答应帮忙 就被一辆失控的汽车撞死 这是降头师从远处出现 看着这一切 很显然这是他搞的鬼 至于原因嘛 可能是这个道士手上真的有两把刷子 避免越拖越对自己不利 降头师搜集了一些道士的血 开始养鬼仔 想要直接弄死老黄 幸亏他又今夜护体 暂时保住了一命 发生了这么多事 老黄一下忘记了 跟温马达摩之间的约定 以至于温马达摩来到香港找老黄 另一边 降头师眼看自己杀不了老黄 便准备返回泰国 没想到半路上遇到温马达摩 这一次对方有佛光加持 再加上自古邪不押正 降头师被打出原形 变成一个老巫婆 原来降头师还一直在用血术 维持自己的生命 最终降头师在倒地挣扎一段时间后 彻底令了盒饭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本片片名《五行鬼师》 是由贵志宏指导爱飞黄景深领协主演的一部恐怖电影 于1981年上映 算得上是殿堂级的少士惊悚电影 在电影中呈现出恐怖的气氛 给人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 妥妥的《童年阴影》系列啦